第五十章 贫瘠之心 小语和这个文明一共对抗了几年之久 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要落下帷幕了 灭绝一个文明听起来是很残酷的事情 但是总比不上自己被灭绝掉来的残酷 这是文明之间的脚缝 没有道义 没有仁慈 只有冰冷的杀戮 此生波武器启动 小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下达了这个命令 立刻低频率的机械纵波开始在这颗星球上死女 这些声波将可以传投建筑 对建筑内部的生物造成杀伤 在现阶段来说 它几乎是不可防御的 除非是用可吸收声波的特殊材料构造严密的保护层 但是小语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有力量这么做 小语做个计算 大功率次生波武器连续发生二十分钟 将会对蜥蜴人造成严重的影响 使其内脏破裂 三十分钟将可以杀掉 直接暴露在次生波影响范围之内的生物 一个小时之后 躲藏在地下五米以内 或者建筑掩体之内的生物 将也不能幸免 环绕这颗星球运转的卫星 在用冰冷的仪器注视着这里 并不断地将自己所观测到的信号 传给小语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小语看到 在城市中央 一个巨大的广场内 地面突然打开 几十艘小型飞船 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 小语冷笑了一声 驾驶员都死掉了吗 驾驶这些飞船的蜥蜴人 都是新手吗 小语毫不留情地操纵着 一百艘村级飞船靠近 与对方展开了 禁地空间的飞船产程 失去了出击能量武器的压制 小语的飞船 又一次拉近了与对方的差距 五十分钟后 对方飞船全灭 这些蜥蜴人 果然还有着残存的力量 幸好 幸好我把他们的旗舰提前干掉了 否则 面对抱着必死决心上来拼命的旗舰 我还真是有点麻烦 小语有点庆幸地想着 三十分钟后 城市中大量的蜥蜴人开始出现 总量几乎有一千个 这些蜥蜴人手中 身体中间的两条爪子高高地抬起 抓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冲了出来 与机器人展开了对峙 小语操纵着村级飞船 来到了这个区域的上空 加到了刺声波武器的功率 立刻这些蜥蜴人开始了在地上痛苦的反滚 被机器人编队毫不留情地杀戮掉了 如果一开始 你们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那 你们还会不会为我布下清淡陷阱 企图将我消灭掉呢 小语冰冷地想着 心中 没有丝毫的怜悯 不过 还是有点奇怪 我至今都不能确定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而对我出手的 一会儿搜集资料的时候 我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小语想着 这是小语第一次遇见的外星文明 而小语并不能确定 自己是不是蜥蜴人第一次遇到的外星文明 换句话说 这些蜥蜴人很有可能已经遇到过一次以上的外星文明 并且得知了某些小语并不知道的情报 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情报 导致了他们抢先对小语出手 自从这一千多个蜥蜴人被吐露干净之后 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蜥蜴人出现了 偶尔会有零零散散的蜥蜴人 发狂大吼着从建筑物内跑出来 然后就被机器人手中的高斯手枪直接干掉 为了保险 小语足足使用了两个小时的刺身波武器 确定再也没有存活着的蜥蜴人之后 小语开始了大规模的登陆活动 一共二百八十一艘飞船中 小语只留下了三十艘小型飞船呼号 其余的二百五十艘飞船 有两百艘飞船 携带着将近四万数量的机器人 降落到了这个城市之中 剩余五十艘飞船 则携带着一万台机器人 降落到了那个高达数十万米的巨型建筑之中 这个巨型建筑 小语推测 应该是推动这颗星球运动的发动机 降落的城市中的四万台机器人 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小语都不会放过 在移动建筑物内 小语第一次看到了对方的计算机系统 小语已经知道 对方的计算模块 采用的是和自己相同的光子计算技术 这就代表着自己可以提取对方的资料 只要破解了其加密系统 并将对方的记录文字翻译过来 自己就可以毫无阻碍地阅读 除了电子资料之外 小语还尽全力收集着关于这个文明的一切数据 比如他们的建筑理念 社会模式 各种科技等等 随着卫星探测系统收集到的资料 越来越多 以及小语收集到的资料 小语对这颗星球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个星球 有很明显地被改造过的痕迹 小语越来越肯定自己的猜测 那就是 这个文明 并不是这颗星球上的土著文明 而是后面移民过来的 同时 小语还对这个星球的地质构成 做了详细的测定 看着测定出的结果 小语忍不住感叹道 还真是一颗贫瘠的星球啊 构成这颗星球地球的元素 十分担意 大部分都集中在了氢元素部分 这和构成其内核的大量重元素 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大量的重元素 都集中在了星球的内核 导致其无法开采 所以 这颗星球 说的贫瘠 一点也不为过 小语推测 这可能是环绕一颗一代恒星 运转的星球 所以这颗星球一开始 大部分都有氢元素构成 然后 这个星球 可能和另一颗环绕二代 甚至三代恒星运转的行星 发生了碰撞 两颗星球融合之后 又发生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地质变化 才形成了其内核是重元素 地壳是氢元素的古怪构造 所谓一代恒星 即是在大爆炸发生不久之后 所形成的恒星 一代恒星系统内 重元素的含量极低 而由超新星爆炸之后的宇宙灰尘 重新形成的恒星 称之为二代恒星 二代恒星系统内 重元素的含量 相比起来就要高了很多 太阳 就是一颗二代恒星 大规模的资料收集行动 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时间之内 小宇收集到了大量 类似于地球之上电脑硬盘的 资料存储工具 还通过解剖分析 收集到了大量 关于对方科技的资料 立刻 小宇就展开了解密行动 翻译对方文字 并不是一件难事 有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通过分析某一个字符 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 和其出现在语句中的位置等 小宇就可以大概确定这个字符 与其余字符的逻辑关系 确定它是主语还是位语 或者是宾语 然后在进一步的分析下 那就可以确定这个字符的含义 但是在翻译文字之前 有另一道难关横跟在小宇的面前 那就是对方的资料加密系统 一个文明的资料加密方式 与这个文明的社会形态 生活习惯等有很大的关系 小宇不了解对方的这些资料 自然破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小宇有这个自信 自己一定会将其破解出来的 除了解密行动之外 小宇还接受了对方 来不及破坏掉的各种惨况基地 各种设备加工工厂等设施 甚至小宇还在一处隐秘的基地之内 发现了大约五十艘制造了一半的星系飞船 这个结果让小宇十分欣喜 小宇打算接替蜥蜴人的工作 继续将这些飞船建造完毕 不狠狠地在这颗星球之上搜刮一下 怎么能解得了我心头之恨呢 小宇想起了自己损失掉的几百艘飞船 心中欲发狠狠 大量的无用建筑物 以及工厂等设施被小宇拆除掉了 然后其中可供回收的东西 被小宇通通搬回了自己的仓库 无用的东西则被随地抛弃 小宇这是在完全的节奏而鱼 不过以后自己就和这个池塘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临走之前自然是能抓多少鱼就抓多少鱼 什么可持续发展之类的东西都是扯淡 而有用的建筑物以及工厂等 则被小宇做出了相应的改造 以便更适合自己的使用习惯 小宇打算至少要在这颗星球之上 再建造出一千走飞船 我们才肯离开 时间在小宇的忙碌中匆匆流走 在这一年时间之内 小宇改造了西人的两座飞船制造工厂 随着大量的原料运打 小宇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建造新飞船 不过现在小宇建造的都是小型飞船 大型飞船却并没有建造 因为小宇想等能量武器技术解析出来之后 再一并建造 直接将大型飞船升级为能量武器系统 不过小宇也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在这段时间之内 小宇已经在星球的环绕轨道上 修复了两座大型的星际船屋 只等技术以及资源到位之后 立刻就可以开工建造线级飞船了 在忙碌的工作之中 小宇忽然接收到了一个信号 什么 最核心加密的资料 解密出来了一部分 小宇精神一震 立刻开始了阅读 解密出来的资料 只有一句话 自从接到我们星球即将爆炸的预警之后 我们耗费了二十年时间 建造了一艘可以称作三十万人的大型飞船 在灾难来临之前 逃到了远离恒星的一颗外层行星上面 星球爆炸 小宇待在了那里 并且继续靠近的她 在岸上 小宇待在了那里 我爱你 我爱你 在这一年 温暖地 我爱你